高雄茂林區衛生所成立的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據點 24號正式接牌 提供包括日照、居家醫療服務 失能與失智等預防性照顧 以及社區交通車巡迴接送等服務 並結合社區營造協會 成立西級巷弄長照站 提供送餐、短時數照顧及喘息服務等 在岩香的部落醫療不足的部分 我們藉著這樣的一個長期照顧的 這樣的一個服務站能夠來提升 我們在這裡需要照顧 尤其是很多的長輩 依據高雄市政府資料顯示 105年底茂林區全人口有1890人 65歲以上人口有281人 老年人口比是高於全國平均值的14.87% 失能人口達70人 失能率近25% 但長照服務事半兩個月 卻發現部落的長照需求遠高於預期 人力與設備經費都已超出預算 這個人力的需求已經變成 必須要兩倍的人力 甚至是如果說我要做到一整年 我更希望是目前要三倍的人力 這一個需求的速度實際上是太快了 我們是公家單位不是跟私人機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公家單位還要經過預算 然後經過編列然後才可以 才去執行 但是我們不是 因為這個計畫 我們衛生所必須要另外籌這個經費 茂林區衛生所表示 缺乏醫療支援的原箱 提供在地及時便利的醫療及照顧服務 勢在必行 希望推動後可以提供原箱實際的長照需求 金子哥省高雄茂林採訪報導 來看一下 wichtig 好 衝